中国大陆2月祭出31条会台措施,强吸台湾资金与人才,陆委会6日举行壮大台湾八大策略,因因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实施成果报告,陆委会副主委李立真表示,依据各机关统计及客观调查或评估,目前对台31项措施对我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各面向的实际影响,并不明显。 陆委会分析,这些对台优惠恐是一时的,名为会台,实则立中。 中国一边施压国际打压台湾,另一方面又利用台湾民众附中投资、工作,改善他们的经济问题,并让台湾变成大陆的服从者,两手策略已构成我国安挑战。 陆委会今,6日,举行壮大台湾八大策略,因应中国大陆对台31项措施实施成果报告。 记者徐宇威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